大家好,估计我又要上台湾的电视了 上一个视频,说的解放军的军机进入台湾北部的陆地领空 驱逐美国的电子侦察机 发布一个多小时之后,台湾的自由时报紧急的写了一篇辟谣的文章 写的不长,大概的内容吧,我看呀,就是针对我那个视频的 而且引用的图片呢,也是我在那个视频当中插入的图片 真的是巧合吗? 如果吧,单纯是针对谣言的话 其实关于台湾啊,关于解放军啊,关于武统啊 我也说了很多呀,很多也比较夸张啊,很多也是 哗众取宠吧,如果你说是谣言的话,那这个谣言更大的呀 譬如,对吧,在半年多前 解放军在唐山港进行实弹射击 分析了一通啊,总之分析呢,就是在进行多岛演习 应该台湾也没辟谣吧,后来说要打东沙了 啊,后来说这个解放军要也在训练要打东沙岛了 对吧,甚至还说呀,这个王浩宇是蔡英文和李登辉的私生子等等 对吧,你这些你看台湾理都不理你 就说这些东西啊,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这个事情呢,你看自由时报就比较紧张 对吧,一旦召集辟谣啊,一定是这里面有某些点是他在意的 是他关心的,是他关注的 就像之前说蒋正志啊,台湾的那个飞行员,对吧,投诚了 台湾的各路媒体啊,也迅速的出来辟谣啊 而且断章取义啊,把我说蒋正志的那个十多分钟的视频啊,掐出了不到一分钟 对吧,然后进行歪曲,如果结合上下的视频来看,其实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这要说什么呢,为什么召集辟谣呢 很有意思啊,我先简单读一下自由时报这个辟谣的 自由时报说呢,共军再次袭扰ADIG 那么一次假信号显示入侵暗机领空 这是自由时报的标题 那么自由时报的辟谣呢,用的居然是一次假信号入侵暗机领空 比如说自由时报在辟谣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事情咬死 他用的是疑似 不过对台湾大部分的读者,尤其是这些绿营的读者呀 他肯定不会在乎这个疑似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那么你一看这个标题,包括一看内容呢 给你的直观印象啊,这就是假的 没有入习台湾的安静领空 那么内容说呢,就是长期记录的啊 认为这是一个假信号 那么但相关的细节啊,还有待国防部书名为准 那么根据航迹的记录 今天上午11点23分 有这个军机的信号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高约6000公尺 遭到国军呢,通过广播驱离了 那么这个飞机的飞行轨迹和信号轨迹呢 是来自民间的FLIJHTRDAR24平台 这个呀,自由说的也是对的啊 那我这个消息呢,就是来自这个民间无线电爱好者平台 FLIJHTRDAR24 这个平台啊,确实是来自这个平台的 你说自由时报呢,也是做了非常详细的功课的 同时啊,对吧 这个微博上呢,有两个比较小众的账号啊 但是这两个小众的账号啊 放出的一些关于南海的和关于台海的啊 美国的军机啊 包括解放军的军机等等一些行动轨迹 是非常真实的 一个叫做南海动态战略感知平台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一个呢,叫土共战力5 土共是拼的大写 一个T一个G 战力就是战斗力的战力 5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5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对这一事情呢 自由时报说他们有准备啊 也有预案 大概PL就结束了吧 那么自由时报这个PL呢 对不对很有意思 一个是刚才说的 标题用了一次两个字 第二个呢 对吧,就是说细节啊 还是有待国防部的说明为准 也就是说我写了这篇PL的文章啊 未必对啊,还要看国防部的公布 这就是一种话术 通篇说了一大通 如果你不详细的看这几个字眼的话呢 对吧,就一定是辟谣的 解放军的军机没有进入台湾北部的暗基领空的 但是你要详细看他用的一些字眼呢 对吧,用的又非常的精准 对吧,假如日过后呢 证明确实进入了 他也可以说呀,我说的是一次 我也说了 对吧,要以国防部的发布为准 你等着台湾的国防部发布啊 现在反正国防部也没发布呢 这就很有意思了啊 所以自由时报的这个PL的话术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高明的 那么同时呢 在普攻战力5的微博上啊 也公布了台北民航的塔台的一些通话啊 这个通话呢 主要还是对吧 呼叫 就说美国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啊 突然进入了台北的民航的相关的航道的空域 那么他具体会往哪飞呢 台北的民航塔台也不清楚 万你乱飞 进入民航的航道的话 会影响民航的啊 所以 天方军听到这个了 就去了啊 把这个电子侦察机呢 给驱离了 以前大家老讲啊 我们的军机在台湾四周啊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啊 我只蹭蹭我不进去 但是这一次啊 对吧 是直接进了啊 也没有蹭 而且通过自由时报这个辟谣呢 是解放军啊 一共是好几架啊 还不是一架 对吧 他说的是拔架 拔架侦察机 进入台湾北部的领空 驱离了美国的电子侦察机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们再结合最近的新闻 一个就是不久前的波罗事件 两会之前 进了波罗 进了联屋 然后台湾呢 大搞政治操作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我个人觉得吧 对吧 还是在两会上 对台湾的一些政策进行转向了 譬如我们熟知的 拿掉了一国两制 拿掉了和平统一 仅保留了九二共识 那么拿掉这两个东西呢 肯定会有一些友台派 并不支持 对吧 那所以啊 通过波罗事件啊 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学的遗地 那么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也说 但是吴谦这一次不是以国防部发言人的身份来说这个话的 他是以两会的 对吧 这个解放军及武警代表团的身份呢 来说这个事情啊 他说分裂祖国的坏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么中国必定要实现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一历史使命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那么吴谦这个话你仔细一听还是老生常谈 但是你要详细的来看的话呀 又不是老生常谈 对吧 中国必定实现完全统一 中华民族必定实现伟大复兴 这一历史使命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 这一句啊和以前说的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这里面的紧迫感威慑感是十足的 那么也就是说呀解决台湾的问题呀 似乎就在眼前 那么简单也说一下啊 呃 其实呢 这一架美军的RC杠135电子侦察机 它是从冲绳加首纳起飞的 沿着广东海南还有西沙 进行抵禁侦察 呃在这里绕了一圈之后呢 进入台湾北部的空域 然后发生了警方军把它驱离了 驱离之后呢 它进入了海南的西沙 又在西沙附近呀 进行了一些作业 呃然后啊又沿着 对吧 距离我们的海极线 近28.34海底的地方 进行了一些情报的搜集 呃但是吧 除了进入台湾北部的领空啊 在广东海南 包括西沙附近的海域进行侦察呢 并没有进入我国的领海 嗯 这个 最近的时候啊 是28.34海底 虽然已经很近了 但是按照国际法的领海 是12海底啊 还没有进入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驱离它 直到它进入台湾北部的领空的时候 才进行了驱离 这一个也是告诉美国啊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告诉台湾 这个中国的领土 你凭什么让美国的军机进入啊 凭什么让美国的军机进入中国的领空呢 当然过去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很多次啊 只是呢 解放军被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手段 那现在采取必要的手段呢 还是以前说的攻守之士意义 而且解放台湾呢 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啊 毕竟解放军还叫解放军嘛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领土没有解放 台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领土啊 而且美国的这架电子侦察机呢 全程开着ADS-B信号 这是十分罕见的 甚至说呀 是过去没有呢 这就等于 对吧 公开的告诉你我来了 虽然说吧 以中国的卫星技术 美国的电子侦察机来了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捕获的 不过呢 美国的电子侦察机呢 对吧 他也会隐蔽好自己的 而这一次啊 他来的时候 直接就把信号开开 就告诉你我就来了 就是我 就等于明摆的告诉我们 对吧 他来了 这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这也是前所未见的啊 那么用南海动态 战略感知平台 说的话呢 就是 对吧 这一次的针对性 非常之强 强度呢 也非常之大 对了 还补充一下啊 这架电子侦察机啊 在东沙群岛的上空 进行过一次加油 有加油机呢 过来给他加油了 东沙群岛啊 目前也归台湾管理 也是我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他到东沙群岛的上空 进行加油 这个事啊 就很有意思了 那么这个挑衅的意味呢 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还是以前说的啊 通过这个电子侦察机 他的发飞行轨道 台湾的问题啊 和南海 包括东海啊 甚至你更往北走 日本海啊等等 都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中国 对吧 彻底的冲出岛链的封锁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突破岛链了呀 我们能够出第一岛链了呀 这个岛链啊 不仅仅是军舰出去啊 岛链不仅仅是军事的事情 它还包括政治上的 对吧 地缘上的等等 呃 所以吧 我们彻底的冲出第一岛链的封锁 还是以前的那句话啊 把美国赶出东亚 美国撤出东亚 那么中国呢 才能在 对吧 我们周边的海域 还有我们周边的地区啊 实现真正的自主权啊 才是真正的冲出岛链 而台湾呢 是第一岛链当中关键的一环 它之所以这么关键呀 因为台湾非常特殊的地位 特殊的地位嘛 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呢 也一直利用台湾啊 在做 它的很多的事情啊 也利用台湾和中国呢 进行很多很多的博弈 同时啊 对吧 去年美国的国会 也通过一些法案 把台湾呢 纳入了美日安保条约等等 按照这些 法案吧 如果中国大陆 无统台湾的话 美国是要出兵的 但是啊 美国真的会出吧 同样的 谁又敢保证 美国不会出呢 其实对台湾一样啊 台湾的空具也好 对吧 它有一些飞弹等等 如果你直接去打它的话 它一定会反抗的 所以你就要 反复的磨它 不停的磨它 慢慢的把它的耐性磨掉了 对吧 所以啊 呃 我们刚才是军机让台的时候 国军啊 还六分钟内起飞 半飞 半飞观察你 你军机来干什么呀 但是现在呢 这个 六分钟起飞 半飞没有了啊 当然国军自己宣扬 宣扬的是六分钟起飞拦截 现在这个都没有了 呃 还有塔台喊话 其实塔台早就不喊话了啊 是台湾的一些媒体啊 在自我催眠啊 在催眠这些小绿女们老讲 通过塔台喊话 霸气驱离 这个很荒唐的 你喊话就能驱离吗 如果喊话能驱离的话 前方军还绕什么台呀 对吧 一绕台你喊话就驱离了 这不是很荒唐吗 没有意义啊 那你这么 对吧 慢慢的磨他 慢慢的磨他 磨的时间长了呀 这个国军呀 就躺平认燥了 就已经失去斗志了 失去意志了 对吧 也不扮飞了 也不喊话了 基本上呢 就慢慢的无视解放军了 防御也松懈了 而且啊 通过这个呢 也能让台湾 包括国军 尤其是国军的高层明白 你的飞行员也好 你的装备也好 和解放军的差距是很大的 你负于顽抗是没有意义的 就算你负于顽抗呢 也会给解放军带来一定损失 但损失更大的是你 就让他明白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对日本 也是这个态度啊 之前看了日本的电视节目 对吧 日本的空军飞行员呢 也接受采访啊 说这个解放军啊 天天在日本那边飞 日本也天天半飞 这些飞行员啊 没有休息的时间 几乎是三马党的啊 所以日本现在也 躺平平躁躁了啊 我也不半飞了 对吧 更多的是通过政治上在喊话 或者兼职 又说了什么呀 等等啊 但是说这些东西啊 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嘴上喊的在想 实力跟不上是不行的 这对美国也是一个意思啊 以前也说过啊 这个台湾呢 慢慢的呢 也成为中国牵制美国的一个棋子 啊 就像对待台湾一样 对吧 我们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啊 美国也会富裕万抗的 保不齐啊 会打一仗的 打一仗 双方都有损失 那就这么磨他吧 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啊 美国的耐心也就被磨没了 同时美国自己呢 也会意识到 他在中国周边的海域 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真的打一仗啊 你也没什么优势啊 但是美国呢 对吧 还是不甘心啊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 他的这个侦察机啊 赤裸裸的 公开的开着信号就来了啊 还上东山上加个油 还上了趟台湾北部 当然被驱离了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啊 这个RC-135侦察机啊 它主要搜集的是信号情报 包括电磁情报 弹道导弹情报 主要是为电子站的提供参数 那么如果两岸真的要打仗的话呀 这个电子站肯定是先行的 先让台湾岛内对吧 失去信号 包括国军呀 包括他的这个导弹呢 或者是飞弹呢 等等啊 都没有信号了 没有信号了呢 就无法发射 对吧 所以电子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这个侦察机呢 主要是来搜集电子站的信号 但是和最近我们在雷州半岛 有一些军事行动也有关系 从去年上半年汤山岗之后呢 对吧 解放军要在多地陆续的进行实弹射击 当时觉得是打台湾了 其实现在大概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们啊 解放军其实是缺乏训练的 训练不足 我们和美国不太一样啊 美国呀 十艘航母舰队这么多年了 对吧 就这么大个规模 那么他这十艘航母舰队的训练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航母陆续下水啊 很多舰船啊 和下脚的一班 硬件跟上了 但是人员的训练并不足啊 经验不足 所以需要很多的训练的 那么所以日后也是一样啊 中国今年两会军费呢 又有所增长了嘛 对吧 增长的背后呢 中国还会有更多的舰船 包括更多的航母下海的 但是啊 这个背后呢 对吧 不管是 075啊 076啊 还是航母啊 这都需要人的 一艘航母上需要的士兵数量也是不小的啊 对吧 我们不像美国他有十艘航母 嗯 对吧 这艘报废了 下一艘又上来了 新的航母上的呢 就是上一艘报废的航母上的水兵 对航母这条业务呢 都是熟悉的啊 呃 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 确实不是十分的充足 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但是同样的啊 中国的航母啊 也不是打台湾的 根本就不需要嘛 打台湾呢 包括在中国周边和美国啊 导弹就够了 航母呢 还是为了日后美国退出东亚 甚至说啊 美国的霸权收缩 出现权力的真空 那么如何接管这个权力的真空啊 主要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的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总之吧 还是那句话啊 今天啊 解放军的军机啊 进入了台湾北部 其实就是台北陆地的领空 这个其实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但是吧 对台湾呢 也是那个样子啊 最开始呢 对吧 喊的比较凶啊 当然现在不喊了 但是反应还是比较激烈的 可是习惯了呀 对吧 就躺平身操了 就像最开始吧 我们军机绕台 你看台湾天天叫唤的欢 对吧 又是半飞呀 又是六分钟 国军的空军飞机起飞拦截呀 等等 天天喊来喊去 现在呢 绕台的军机越来越多了 那边就没什么反应 同样的啊 进入台湾北部的领空 以后次数会越来越多的 对吧 陆续的呢 飞越台湾岛上空 也会越来越多的 随着次数的增多呀 它也就没什么反应了 没什么反应的时候呢 下一步呢 对吧 这其实也是切箱尝试的 一点一点的统一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